但看在你是徐一仁表姐的份上 我当面跟你说清楚 从明天起 你不用来了 不用来了 什么意思 就是字面意思 当初让你进公司 只是因为 我以为你是那个女孩 现在谎言戳破了 你没有待在这儿的必要了 是不是徐一仁和你说的 你千万别相信他说的话 他从小就喜欢抢我的东西 什么都会我抢 抢我爸妈 抢我的玩具 抢我的朋友 别说了 其实我从一开始就怀疑你 只不过我找了这个女孩太多年 我不想放弃任何可能 你应该庆幸 我现在脾气好了 换做以前 你不是这样的下场 去财务部多领一个月薪水 这是我能做到的极限 从今以后 不想再看到你 还有记得 不是你的 就别痴心妄想 你凭什么教训我 你凭什么教训我 你又比我好多少 徐一仁已经和方知友在一起了 你还惦记着他 我太了解徐一仁了 从小他就会装可怜 薄同情 嘴里没有一句真话 偏偏你们这些男人 还全都愿意相信他 到底为什么 你知道你和他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吗 他虽然爱说谎 但他心是透明的 而你 由内而外 都让人觉得厌恶 小白 走吧 放开 我自己会走 徐一仁这臭丫头 吃着碗里看着锅里 竟然把你跟李哲的事都给搅没了 自己倒住进了大房子 当起了阔太太 这是他的公司吧 你放心 妈今天肯定替你出了这口恶气 走 这你都不知道啊 贺总啊 就是为了方总 来到咱公司的 现在方总有了一仁 要是我 我也走 留在这里多尴尬呀 你还是别胡说吧 我洛小八什么时候胡说过 再说了 这是真凭实据 绝不是胡说 我以为一仁 当上了阔太太 原来就是个小三啊 我就说 女方知有的品味 怎么会看得上她 肯定是她不要脸的倒贴 走 妈 我还是不进去了 我一个姑娘家 吵架这种事 不适合我 对对对 宝贝 你要不要我吃好形象啊 在这儿等着我 管管呢 许一人 许一人 你好 请问您找谁 我找许一人 那您是 我是她舅妈 她人呢 她不在啊 你是许一人的舅妈呀 来来来 舅妈 咱先坐啊 先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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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莎莎 给舅妈倒杯水呗 别没事 找事啊 现在是事找上门 不看白不看 赶紧去啊 舅妈 来 先吃点零食呗 不用不用 舅妈 问一下 您找一人什么事啊 我今天就是想来问问她 好好的干吗 要给人家当小三 败坏我们家名誉 她还有表姐呢 表姐将来还是要结婚的 她这样下去 是会影响到我们家小情的 阿姨 您可别胡说 许一人可不是什么小三呢 那你还是不够了解她 我这个外甥女儿啊 没少让我操心 从小到大 就喜欢跟男生眉来眼去 上中学的时候 她跟外校的高年级男生 跑到野外去露宿 被派出所抓走了 上大学的时候 交了高明这样的男朋友 按理说也不错了吧 人家高明那孩子特别好 结果人高明出国在外 他就等不了了 到了你们公司 认识了方总 就把人高明给甩了 你说他们俩要好好地谈 也就罢了 结果他竟然成了人家的小三 太过分了 这么精彩呢 闭嘴吧